看我们楼顶盆栽这个西芹可以收获了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我是三妹 这个西芹是我们2月底的时候 用盆栽来种下来 因为西芹的话 它生长周期比较长 基本上是要3个月 所以我第一次试种一下这个西芹 就没种到菜籽里边 用花盆来种 觉得它就不占地方 很香啊 自己种的 也是比较烂 而且香味非常的浓郁 用这种花盆 它的种法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就准备分享一下 这个西芹的种植和管理方法 你看这个 它整个泥土是比较少 但是根气还是比较发达的 那么就是 一两棵就够一餐 种植的方法 就用这种镂空的花盆来种 放一半的泥土 再放两勺的这个腐熟农家肥 然后再用这个泥土来盖住这个农家肥 就把这个育好苗的这个西芹呢 就是每一盆呢 就种一颗就行了 你看这种花盆 种草莓这种花盆 我们种几十盆的这个草莓 也是用这种镂空的花盆来种植 它就是透气性比较好 一个盆就种一颗就够了 不能够多种 多种的话 它就是因为西芹它会越长越大的 你看两周之后 它就长得很漂亮 西芹的话 它基本上是没有虫害的 因为它有股特殊的香味 我觉得用盆栽还是比较好的 持栽的话 占的时间比较长 期间就追加一次农家肥 我们这个盆的话 泥土还是放少了 如果放多一点泥土 它长得更加好了 当时为了节省泥土 就没有多放 又玩这个味道 真的是太香了 用这个绳子来扎一下 让它稍微包一下 因为这个西芹的话 它是包回来比较好一点 老叶就把它摘掉 用这个绳子来捆 还是长得比较好的 把它捆起来 就像那个大白菜一样 捆起来让它保新 农家肥种植 平时就淋这个有机肥水 我们淋的是养龟水 因为我们楼顶 采用养龟种菜的模式 芹菜的话比较喜欢淡肥水 而且要保持湿润的状态 芹菜最喜湿的一种蔬菜 它生长周期比较长 你隔一周零 两次左右的这个有机肥水 它口感就非常好了 基本上是三个月左右 就可以收获这个西芹 小虫来采摘一棵 因为非常的浓郁 自己种的嘛 没用过化肥 也不用打农药 这个西芹的话 它没有什么虫害 它有特殊香味 就是现在下椅多的话 它就有点蜗牛 来吃它那个杆 其他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虫害的 所以要安全自己种的 还是值得去种 我觉得朋友们你说呢 就是还是不够大 如果我们泥土再多一点 更加好 学习种养技术 关注三妹夫妇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 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